民進黨天王一次排開 113下午3點鐘一到 有型隊伍出發 氣勢驚人 從高處往下看 人潮擠爆馬路 有型人數破6年來新高 不分年齡 不分階層 都對馬總統的執政很火大 沒錢結婚超火大 我要超火大 有一點生長 不能帶你 我幹啦 猛敲氣油桶表達憤怒 帶著怒火 隊伍一路挺進海達格蘭大道 更為遊行掀起另一波高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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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人跳出來 走完將近5公里的路程 遊行民眾互相打氣 總統府上頭用雷射光打上的 火大 下台 怒 都是民眾的心聲 既然你的滿意度 只剩下十八 十三八 我們希望你有羞恥心 有責任感 馬總統下台吧 敲碼下台 民進黨要求換政策 換政權 民主黨將以民意為後盾 透過國會制和 以及公民行動 提出積極進步的改革政策 取代國民黨傷害人民的政策 其次 民進黨要用更大的名利 透過選舉 罷免 換掉這個緩改革政策 我們要罷免無能的總統 也要罷免緩改革的立法委員 鄉親吾樂 兄弟 今天大家晚安 昨天一山一大早 火給你錄下去 又冷 但是要出現這情 雨過天清 甚至太陽都稍微露了一下天 二十萬人上街頭 人民會大一路嗆碼 展現出來整個社會對馬英九不滿的怨氣是高漲 馬英九他們怎麼反映 整個社會怎麼來看昨天這件事情 未來要怎樣 我們今天為這招下去 跟各位介紹現場市場來賓 台北聽到黃雄教授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知識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好 財經專家汪傑民 大家好 一樣我們的知識媒體人 總共電話 主持人 郭北洋晴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蘋果日報》今天的報酬 一張也要看起來 不管你只要怎麼說 觸目真心 二十萬人會大嗆 要罷免馬 這是一張 二十萬人會大嗆 罷免馬 塞爆了總統府前面 一路都是人潮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馬英九 馬政府 郭冰棟 他們的反映是什麼 113府院黨回應 總統府犯疆太極要罵共 集會遊行不能只是反映情緒 國家不能停留在對立內耗 社會陷入空轉 絕非國人樂見 郭冰棟因其要罵共 全力維護憲法所賦予 總統與立委的職權 蘇珊昌所言揭露民進黨 念之在之 只有政權 只有當總統 民進黨政治操作明顯 請進言文 鄭立文 府院黨 請進言公 遊行訴求政院高度關注 過度激情簡化的語言 徒增恐慌 對立仇恨 對改革毫無幫助 各位朋友 二十萬人上街頭 抗議馬英九 我要請問一下 誰跟誰在對立 年旺兄 誰跟誰在對立 昨天大家都有在現場 其實國民黨最高的人 有這樣的反應 我一點都不意外 這早在我預料之中 他們大概反應就是 這符合馬英九的個性 那誰跟誰對立 很簡單的道理 曾二十萬人上街頭 我相信還有很多更多人 他對馬英九也非常不滿 他可能因為工作 因為考試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上街頭 對馬英九不滿 從最近兩三個月的民調 我們來看 對馬英九不滿的人 遠高於對他滿意的人 對他的滿意度只剩13% 不滿意度大概60幾% 所以大概是1比5左右的比例 那是誰跟誰對立 如果說你馬英九 你這個總統 你以13%自居 你要跟大多數的人民對立 也可以 我非常歡迎 因為現在是人民在跟政府對立 現在不是說民進黨 跟國民黨對立 而且我覺得 這個英偉講的也沒什麼道理 民進黨是一個政黨 成立政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取得政權 民進黨不想政權 他要想什麼 要取得政權才能為人民謀福利 民進黨不想取得政權 不想當總統 那這個政黨要幹什麼 那馬英九跟國民黨 他們怎麼會當上去 所以我覺得英偉莫名其妙 他根本搞不清楚 政黨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我認為 他藏這個遊行 一個最大的用意 一個就我看的 一個最大的意義是 昨天我看到很多 軍公教的朋友站出來 我看到這些軍公教的朋友 他們有些有領18% 有些沒有 有些是那種很可憐的士官 一次領20萬那一種 他們為什麼要站出來 照理說 你不是很好嗎 你要18% 他為什麼要站出來 他良心過不去 因為說這樣 我很繼續這樣贏 你聽下去 國家會倒 我覺得昨天這場遊行 已經跳脫 傳統說這個是政治的對抗 不是 我們這場遊行 絕對不是政治的對抗 他完全就是 人民站出來 他只是跟馬英九 跟這個中國國民黨政府 講一句話 我要活下去 就這麼簡單 是 這個人民為什麼上街頭 因為人民看不到未來 人民為什麼看不到未來 總統看不到人民 是不是這樣 我想請教 瑞德兄 你說是對立也好 沒關係 給你說對 憲法賦予人民 集會遊行的自由 結果馬英九 除了說對立以後 他還把它定位為內耗 社會陷入空轉 你是不是騎人騎 這個修憲 我要先說就是 今天是一個不幸的日子 為什麼呢 今天1月14號 就是台灣的民主紀律 為什麼 都要一年一年一年一月十四日 六八十九萬人 用他錯誤的選票 選出了一個Bump了 所以經過整整一年 所有老百姓心中的怨氣怒氣 在越滾越大 才有昨天的20萬人的場面 不是嗎 是 遊行集會 發泄不滿 昨天沒有任何的流血暴力事件 全部都是按照法治民主的規範來走 為什麼叫做內耗 民主國家不是遊行 遊行只要按照法治來 不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 美國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叫做內耗呢 然後我更不了解的是 他說民進黨包括蘇晉聰 選政權選總統 馬英九如果做得好 經濟弄得好 治國治得好 老百姓為什麼會唾棄他呢 你的政權你永保太平 你的源源不斷地做下去 國民黨永遠是選給你的嘛 所有的一切都是矛盾 而我覺得最難過的一件事情是 三個發言人到現在 馬英九國民黨的 還已經執政第五年了 給我們的感覺是 你看不到執政黨的胸襟氣度 跟高度在什麼地方 看不到 對老百姓的回應應該是很謙虛 應該是下早最起 今天不客氣 講連國民黨自己的立法委員 那麼多都跳出來講 你那個要改組嘛 那個改組是其中一個嘛 老百姓加你會多啊 我昨天站在那個仁愛路 出發的時候的第一個路口 我站在那邊 整整站了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呢 從一開始開始走 一直到走完我在那邊算 大概看到的人數大概有多少 沒有跟大家騙 我們大家都在現場都知道嘛 國務協議員 你來算說 人愛路開始走的時候 本來還有下一星小雨對不對 所有要開始走的時候 太陽光射出來了嘛 他說所有的人嚇一跳 連老天爺都火大 在這種狀況下 天怒人怨 政府就是做了賣 馬英九就是做了差 所以選舉全後部 中國沒半部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那照理來講 你應該要對自己反攻自行 結果呢 結果你用什麼 我上禮拜不是在這邊講嗎 應該把火大 用雷射光打在中文上面嗎 真的這樣做對吧 他有沒有回應 我們的軍務委回應方式叫做丟人現眼 為什麼呢 用那個探照燈照上去想說讓那個雷射的光線 有沒有 不要那麼亮 我告訴各位 你沒有辦法影響的為什麼呢 會大啦 看有沒有 會大 各位朋友 馬英九昨天幹什麼 他去投聊夜靈 他後來幹什麼 說在批公文 張秦初名呢 人民批總統 總統批公文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馬英九 你把他20萬人上街頭 你說是對立跟內耗 社會跟空轉 政治語言情緒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每一個都是 有稍微年紀大一點的 有年輕的 有男的 有女的 有各行各業 我們看他怎麼說 吸血鬼政府 這把怒火交不息 這位小姐 她說政府反覆沒有擔當 這一位先生 產業外移 產業外移 工作難找 這位小姐 媒體壟斷 危害民主 施政偏扎 護軍公教 這位說 別再威脅 要賬電價 這位說 課車奢侈稅 接案大減 這位說 減少投資 惡性循環 這位說 外籍學生 福利太多 傑民 有哪一個 在對立內耗 在讓社會空轉 是誰讓社會空轉 我覺得 昨天 小英講的很有道理 馬政府 應該感到羞愧 沒想到他的回應 真讓我們覺得 馬總統 你真的應該羞愧 因為他用對立 這兩個字來定調 一個人民入口 這件事情 恐怕連他去 葉林的蔣經國 今天那個 就是自由時報的社論 講得非常好 恐怕連蔣經國 都會覺得 他要上去火大 去抗議 他如果能夠出了來 他真的會火大 因為我們知道 在過去歷史裡面 蔣經國想的 跟馬總 現在馬總 想的一定不一樣 我們來看這個對 我覺得這是應該 我覺得小英說的道理 真的馬總統 你應該感到羞愧 這是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要夠中立的 相對中立的 他面講到沒有 從年終獎金 老闆要去當鋪周轉 曾幾何時 一個政府 逼得老闆 要去當鋪周轉 這表示什麼 他不敢讓他員工 公司沒有錢 他也不能不給年終獎金 不給年終獎金 可能員工也難過 去當鋪 這金額盡量成量兩倍 那麼這麼辛苦的 一個時間點 結果我們的政府竟然定掉 這一次是什麼 念之在之 只有政權 這句話 覺得好像是在說 馬總統 你不是在大家火大的時候 你跑去花蓮台東 去開你的黨務會議嗎 那不是念之在之 在你主席的大位嗎 當台灣正在面臨到 這麼大的一個災難的時候 你不還是一樣 繼續全神走透透 為了是什麼 為了是你的政權 所以當你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這些年輕人講的事情 哪一件事是對立 經濟發展被你搞壞 平均五年下來 經濟成長只有2.9 哪有那麼糟糕 過去台灣從來沒有說 五年2.9了 這樣的數字 你竟然會說是對立 貧窮人口 超過20% 真的 如果蔣經國現在能夠講話 我看他也掉起來火大了 因為他的目的 就是要讓貧富差距減少 你超真是馬總統的信徒 你還說對立 失業創的新高 你任內五年平均失業率 4.7個百分點 有兩次超過5% 多少老百姓投完你玩票之後 就沒有工作 這樣叫對立嗎 我再講兩個 財政策劃不是你搞的嗎 1.5兆 1.5兆 我們蓋了什麼馬路 1.5在去哪裡了 你告訴我 你說清楚 講明白 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國家 連小朋友都生不出來 不敢生小孩 為什麼 因為你馬總統 讓大家覺得沒有未來 這是對立嗎 所以我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國民黨把所有的事情 都成為對立的時候 我就要用小英主席說一句話 這個馬政府 他應該感到羞愧 是 這個裕鴻兄 我昨天聽到很多人 今天說 我看了馬英九的反應 我才發現 我昨天已經很火大 我今天更火大 所以這個火會再燒下去 大家剛剛看到 府院的反應 我的感覺是說 無藥可救了 這個馬英九 跟他帶領的這些政府 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員 他們面臨20萬人 20萬人還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估計 我昨天在現場 我昨天 因為要做評論 所以我站在隊伍外面 我站在收個百貨公司前面 站在那邊 站了將近兩小時 看著所有的隊伍從我前面通過 然後我非常仔細的去算 一分鐘可以通過多少人 總共通過大概一小時又50分鐘 算起來 那個數字絕對超過20萬人 所以這麼多的人民上街頭 很多學者 社會上很多評論的 說2012年就是去年 今年當然也是 是公民運動 社會運動元年 馬英九跟他的政府 沒有看到這一點 今天20萬人上街頭 雖然是有民進黨在發動 雖然是民進黨在做後勤 但是這是一個有非常強的 公民運動性格的一個遊行 你想看看 13% 13% 上街頭20萬 6年來的新高 他還講這是民進黨 這是蘇貞湯他們的計謀等等 沒有事啊 你看這些訴求 這些訴求 可以讓20幾萬人上街頭 我昨天站在路邊看每個人的那個表情 每個人的表情真的是非常火大 那你注意看 大部分的民眾 我都不相信那個事 都要政黨動員 所以馬英九不要低估昨天這一場遊行的意義 這一場遊行我覺得最深的意義是 真的台灣人民真的火大了 如果馬英九還是用那種方式在回應 不願意去面對說今天讓台灣空轉了 拜託 我們人民有能力讓台灣空轉嗎 國會有能力讓台灣空轉嗎 國會是你國民黨控制的 會讓台灣空轉 你政府施政無能 如果馬英九不能深切的自我檢討 我想這個火會繼續燒下去 連旺兄要補充嗎 民進黨有沒有動員 有嘛 我們坦白講 我最簡單的手法算給大家聽 800台遊覽車 一台車45個人 總共動員3萬4千人 請問昨天有沒有超過3萬4千人 光台北市警方講 我用最保守9萬7千人 就9萬7了 那證明就用 我們用最保守數字 至少有6萬人 他不是民進黨動員來的 這些人不是民進黨劃會叮噹的 而且我再跟大家講 坐遊覽車來 因為大多數中南部來 他們晚上不參加暗會 因為他們路途比較遠 所以晚上留在凱達格蘭道 現場大概將近10萬人的群眾 其實不是動員來 是自己來的 OK 讓人民最驚訝 最憤怒就是說 馬英九你明明知道 是這一些人 因為你 對你不滿上街頭 他明明知道 他還顧慮用 這個對立內耗 還有說是 把他 挺 挺 這個活動的 把他弄成說挺蘇貞昌 是要反對馬英九 他故意把他弄到 可見怎麼樣 可是這個人是不見棺材 不落內 掛茶 做得要準備好事 這段生活 稍微吃 後來繼續 好兄 謝謝 民眾情緒高昂大喊口號 113大遊行最吸睛的沿江者 竟然是他 2006年的馬主席 即使是沒有犯罪 只要他無能 他做不好 他的滿意度掉到18% 表示人民已經不信任他 表示人民已經不尊敬他 就可以把權力拿回來 對不對啊 對 當民意已經不支持你 你的政治責任 沒有辦法再承擔的時候 你就應該知道自己下台 不要等人來罷免你 一個人要有羞恥 人家才會尊敬 一個人要有責任感 別人才會同情 如果到了這個時候 你還是要堅持 我就是不下台 我沒有犯罪了 沒有你要怎樣 這樣不行啦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各位朋友 風水人流轉 一個人要知羞恥 人家才會給你尊敬 如果工作第一 就是這個人 你如果知道建設 人家才會尊敬 如果沒有 你跟我一樣都誰誰 下戲下將 你被我害怕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馬英九硬幹 那麼有可能 什麼樣呢 我有可能 滿意度13% 蘇貞昌公 馬總統 你下台罢 那麼要罷免總統 當然是一段 滿長的路 因為你要先立委提案 四分之一 也就是29個人 然後還有三分之二的立委 76人同意 然後最後 要經全國選舉人 總額過半數投票 而且有效票 要過半數同意 才通過 那麼以這一次的總統候選 選舉人來講 他是1800多萬 需要900多萬的人出來投票 那麼如果真的投票裡面 有超過一半的人 過半數 也要你看看 看起來 你會在路台 那麼中選會會在 7日之內 來公告結果 被罷免人 自公告之日期 你就解除職務 你就可以跟你姐姐講說 好心 沒好報 不過說起來 這當然是困難 只不過人民憤怒的聲音 如果不達到一定的地步 不可能去想到罷免立委 或者罷免總統 隨著感謝 馬英九現在可以反駁說 他當年在說的時候 他如果是一個總統 他的民調低到18% 馬英九說 我現在是13% 我現在不是18%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對不對 他用他 以子之毛 公子之盾 一個人的名 一個總統的民調 如果是低到只剩下13% 而且每個做都差不多13 14% 然後如果有一點羞恥心的話 那麼他自己應該自己下台 不要人家來罷免 馬英九 這個話是你自己講的 怎麼你自己講的話 就不適用在你自己身上 遵照憲法 繼續執行他的職務 台語說 那個叫做建小 做了事情覺得很丟臉 丟臉叫做建小 那我們只有一種說法 用台語來講就是叫做 賣建小 什麼意思 就是不要臉的最大 就是這樣子 他連臉都不要了 隨便 我以前怎麼說是一回輸 那現在選票騙到了 你們做的事情 好關我自為之 這麼多人 二十幾萬人 騎出來的時候 他選擇先去投了 去看蔣經國對不對 因為掌是蔣經國的紀錄啊 他剛才 傑明說得很對啊 蔣經國你翻開所有的梅台詩巾 所有的著作 蔣經國所從頭到尾講的 只有一件事情 叫做反共 各位啊 我們二三十年來 很多台學生和高中生 參加很多救國團的活動 對吧 對不起啊 救國團是什麼人的手動 發揚光大辦一土地自強活動 叫做蔣經國 中華民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請問一下 現在救國團叫做什麼 先生 不反共救國團 就是這樣子嘛 還好現在有一個林寶華的 台灣救國團 對啊 單單救國 救國團這件事 你怎麼對得起 金國先生 你還有臉去看他 是 我跟你講 還好今天 不會不會 他真的氣不吭 跳起來說 你這個望中背主的傢伙 你怎麼會這樣子 對你還有臉來看我 而且把國家台灣 治理成這個樣子 所以 今天 火大兩日 火大兩日 遊行不是說我們 長這樣 哇 二十幾萬人對吧 非常的憤怒 然後呢 就算了 我告訴各位 什麼標準 不把人民晃在眼裡 冷感 冷血 冷酷 昨天 國民黨 馬英九一系列的對火大 遊行的回應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們不可以讓火大 一天就結束 所以你要變成熊熊大火 要讓他知道 人民是不可以欺負的 人民是不可以呼嚨的 說到你就要做到 這個馬英九對於昨天的反應 服務院黨的反應 讓我真的想起台南 前幾天 過兩三個禮拜之前 有一個把一個兒童 有沒有 割合那個叫 曾文青 曾文青 他那個人怎麼說 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 馬英九對於人民的態度 真的很像 過一兩天就算了 雖然藍尾也說 罷免不可能成功 只是提出來亂 或者是聯合報 新聞員工 蘇照進 喊爸媽 反而幫媽 這些都改變不了事實 傑明兄 這一次出來 二十萬的人出來 其實很簡單 馬英九 你把台灣的經濟 把台灣的媒體 把台灣的言論自由 全部搞垮了 我覺得全國的觀眾朋友 千萬不要被這些 所謂藍尾的言語誤導了 因為他把它誤導成是爸媽 不是 我們是要顧飯碗 我們是要顧生活 因為是這個政府 讓我們的飯碗 讓我們生活變得很糟糕 是打碼 不是爸媽 不是爸媽 是要把它打 對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這個火大要持續下去 最近看到全球的經濟 對台灣真的很擔憂 菲律賓最近去年經濟上 7.1個百分點 它竟然來台灣 徵員工去大陸 去菲律賓上班 開心是7萬塊 台灣聽了 哇 最近泰國的經濟很好 印尼最近很好 他們都做一件事情 打貪腐 把貪腐打下去之後 經濟起來 結果我們的政府 竟然無感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我不知道 馬總統在家裡 去批空吻的時候 他怎麼批得下去 字有點小 我唸給大家聽 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整體的環境 有84.8%的老百姓 感到擔憂 我們不是P碼 我們經濟已經讓我們所有老百姓 有84.8%的老百姓 84.8%有多少 10個裡面有將近8.5個人 對台灣經濟感到擔憂 這樣的政府 你覺得要增下去嗎 我們再來看貧窮指數 我們現在的這個 對家庭未來的生活 只有40.2%的人 覺得對未來生活是可以接受 竟然有高達53.2% 而且還在繼續增壓中 不是說經濟有感嗎 經濟增長嗎 一半的以上的人 對未來生活 是感到擔憂的 我們再看一下 對於馬英九的這個信任度 早就已經是70% 我們要知道 開家公司 四分之三的股東 都不同意 這腳就該下台了 只是很台灣 很可惜的事情是 因為立法院 國民黨占了多數 但是我們的這些 這些所謂立委們 想要做的事情 是模糊焦點 把它是 要當作是罷免總統 錯了 如果我們今天 不給我們這個政府 更大的壓力的話 台灣真的會消失在太平洋 現在亞洲地區 東西已經崛起了 甚至它生產的東西 跟我們生產的東西 都是一樣 而且中研院說過一句話 這句話很重要 未來中國生產的東西 是直接要取代台灣 面對這麼艱困的環境 我們馬總統 直接一句話 在家裡拼公文 國家都會沒有 批什麼公文 所以有人講說 那個批要怎麼 你要唸成批 不是唸成批 不過我這邊要問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平行像聯合報講 他就說 蘇趙進 喊爸媽 反而邦媽 似乎跟馬英九一樣 要把昨天這二十萬人上街頭 用在說是因為蘇貞昌 說真的 如果真的 蘇貞昌能帶二十萬人上街頭 馬英九你也應該害怕 那如果蘇貞昌不是因為他自己 而是因為人民上街頭 那請問一下 不是為了蘇貞昌 那人民是為了誰 我很少看到聯合報這麼關心蘇貞昌 我是蠻意外的 前陣子都是中國時報比較關心 聯合報現在也開始關心蘇貞昌 我覺得對蘇貞昌來講 他看了這篇報導 不曉得是高興還是難過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台灣民間有沒有罷免總統的呼聲 有 沒有台連署二十萬分 黃空輝出來說 他們昨天到目前為止 連署二十萬分 就表示說有二十萬人 他是非常熱切希望可以罷免總統的 可是從現實面來講 跟制度面來講 我們現在的選爸爸規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馬英九拿689萬票 但是要罷免他 要900萬人出來投票 要罷免你的投票人數 要比你當選的人數還要多 要必須這樣子900萬人出來 才可以去投票 還不是900萬人就結束 所以說這個制度是非常不合理 因為不可能說我要罷免你 就比你的當選票數還多 然後我覺得最困難是國會那一關 我們不要期待國民黨立委說 他會有良知良心去投贊成票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們馬英九府院黨的三個發言人 今天這個發言的表現 我認為民進黨真的可以開始慎重思考 把那立委開始做 立委不是不可能 立委是好幾個選區是非常有可能 而且你別忘了 立委他有藍營內部的矛盾 譬如說我和謝老師我們兩個 本來我們兩個幾年都要選立委 結果不知道什麼原因 籌算書好 你代表國民黨去選 我現在我如果把你創掉 我選因為你不能選 換我選 那至於我能不能選贏再說 先把你搞掉再說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應該開始慎重思考 先從罷免立委開始著手 因為罷免總統說實在 以現階段的台灣來講 他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罷免立委 我認為是有成功的機率 是 這個玉鴻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似乎馬英九還不願意去面對 人民火大的真正的原因 那只有罷免總統了 沒有錯 因為昨天超過20萬人上街頭 不只是20萬人 剛剛傑民提供了一個數字 超過8成4的台灣人民 對馬英九市政是極度不滿 所以這20萬人 只是反映這一小部分而已 那須政昌今天民進黨 發動這個遊行 把人民帶上街頭 昨天那個氣勢真的是驚人 我在收過前面 看整個隊伍通過以後 我就奔到晚會的現場去 那的確真的是 民眾真的是火大得不得了 那蘇貞昌把人民帶上街頭 昨天周錦雯就有一個評論 他說如果很多人民站出來 如果人民的聲音非常的強 那你這個民進黨 把人民帶出來以後 你不能就好像加聯法會就結束了 你必須有有智慧的辦法來升高人民的對抗 那所以蘇貞昌必須對20萬人所代表的人民的憤怒 做出回應 那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要求改變政策 要求換內閣 但是這兩項超之在馬 馬英九不改 馬英九不換也沒責 但是人民可以做什麼 人民可以換立委 可以換總統 那換總統當然很難成功 那我可以預計說不會成功 但是成功不重要 成功不重要 當這麼多人民超過百萬的人民出來連署的時候 看你馬英九還比不比 看你馬英九還知不知無可救藥 但是換立委是絕對可能的 我覺得只要換一個立委 把一個立委拉下來 直接出來表達憤怒的人民 他的期待才不會落空 沒錯 但是我知道中南部已經有賭盤 已經在開了 就是說馬英九的13% 對他來講還不會 建的棺材還不會落淚 所以馬英九正在跟自己在競爭 看他這13%掉到幾% 他才會講說這不是社會內耗 這是總統對不起人民 大家正在賭到幾% 這個人才會低頭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已經被刪除 影響證據能力 可能造成案情大逆轉 大約有60處剪接的 有沒有提到 所有的參賽者 這樣的講法是有的 不過經過剪接以後的內容 會讓原來對話的陳述 原意喪失 這邊是6300萬 你這邊 關鍵 但北院當庭刊驗 剪接前以及剪接後兩種版本錄音檔 關鍵亂落 包括陳啟祥提醒林醫師 上次收了6300萬元 林醫師開口說出3323 還說要處理好幾個委員 在刊驗時 他卻沒聽是不是被移花接木斷章取義 何怡婷為求慎重 插出陳啟祥 就是找上高雄前鎮這家錄音室 剪接製作 剪舉光碟 錄音室老闆林萬柱也被傳喚北上作證 那他說 剪掉的都是不重要的部分 絕對百元柱百元 他剛買那個機器不會用 在TESTO的時候 他叫我幫忙剪掉 陳啟祥想說 阿輝要拿一千 阿載要拿一千 我幫他剪掉 他說不牽手無辜 他主要尊對林醫師而已 林醫師貪毒案爆發半年來 跟檢舉他的陳啟祥 首度在法院相見 法院從本週開始 將採取每週三天的密集開庭方式 預計最快三月底結案宣判 林醫師的貪毒 差點讓馬英九的無能給遮蓋掉 不過今天有新的信息出來 很多人看很淡親 淡親什麼月 馬英九行政院秘書長 馬英九的愛將 國民黨青年黨部的未來 這兩個叫做林醫師 說是一刀斃命的光碟 關鍵點遭到刪減 關鍵點遭到刪減 所以很多人看到 說是不是林醫師會把他剪掉 我們就想到林醫師 李朝青 最近卓柏妍等等這些人 還有進行礦力爭 這些都國民黨的 有沒有可能讓他們逃掉這個年況 真的很多人看很擔心 關鍵點遭刪減結果 沒有死無對證 其實我覺得這個報導 有點危險 不像一個資深的司法記者 該寫的新聞 因為他大量引述是辯方律師而為 林醫師的律師要替林醫師說為 這是他的職務 他做律師本來就應該這樣 可是今天開庭 因為陳啟祥從來沒有否認過說 那個光碟 就是我們外面知道的光碟 是有經過剪接 因為他說整個錄音大很長的 他把重點加下來 陳啟祥從來沒有否認過 那個錄音室的老闆 今天也被傳去了 其實原始的母帶 也還在特徵組手上 並不是講像這個媒體寫說 這個原本的母帶 這個已經被毀掉了 陳啟祥沒這麼猛 所以其實很簡單 今天當庭也比對了 因為檢察官的道理很簡單 辯方律師質疑說 這個有經過刪檢 如果真的刪檢 這個恐怕在法律上是 證據率是很薄弱的 辯方律師一定質疑 那法官開庭也說 好吧 那我們把原始母帶放來聽 跟你這個 所謂致命光碟 大家聽看看 也許內容 可能中間講了很多廢話 很多語助詞被刪掉 但是重點的部分 有沒有經過變造 而且我提醒大家 因為 那個 這個重點的部分 後面有電視的聲音 有電視的背景音 其實那個一聽就知道 是不是經過變造 是不是經過刪檢 因為這個專業人士一聽就知道 我認為林毅士這個新聞 故意 剛好也許巧合今天開庭 但是做得這麼大 做得這麼大 其實原本是馬英九的無能 掩蓋了林毅士的貪腐 現在是林毅士的貪腐 要出來搶救馬英九的無能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還真是 哼哈惡將勞來哈台 兩個人真是相得益彰 可是我覺得這個案子 林毅士這個案 因為全國都在關注 你真的會像以前說 我們以前這個小時候常常聽說 什麼吃案 這歡迎哪一檔開 我覺得機率不高 但是最後呢 會不會如大家所願 或大家的理解說 這個是貪腐 我覺得這還要畫上很大的問號 是 漂亮 真的有些人講說 林毅士案可能逆轉嗎 那根據他的律師講 他說3323 這是陳啟祥提出的 好像意思是說 林毅士是被設計的 剛才我們好像有聽到 那個3323 那個嚇音是林毅士的嚇音 對吧 這個案件 當然這個案件是 舉世矚目的案件 不過我們也是要注意 為什麼 特徵組 偵辦這個案子的 那種偵辦的方式 我覺得現在還想不到 林毅士真的 拿人這樣 拿人這樣 6300萬找在家裡 騷腳在家裡 然後呢 事情就過 陳啟祥就拿到了 結果呢 沒有人因為這樣子 被調查被取訴 被判刑都沒有 好奇怪 所以還是要注意 為什麼呢 這個案件 雖然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他是因為陳啟祥公佈 他所謂的收證錄音帶 所以他加死 所以國民黨 沒辦法在保護林毅士的 所以就 限縮在他們一家人 這樣 這個 各位要了解 打冠西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就在文字裡面 跟很小的證據裡面 你要打轉 如果他真的要打轉的話 比如說 在光碟裡面有出現一個 阿肥過來 阿肥 搞不好他會要求調查 阿肥是誰 誰是阿肥 要求傳喚 阿肥到場證明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訴訟的技巧 為什麼呢 辯方的律師所說的 他當然也是為了他 算說委託人 就好像李宗論 講了半天 李宗論的律師講了半天 好像他跟所有的 這些幾十個女人 都是兩型槍怨一樣 但是 我們還是要小心 為什麼呢 這件案件 最主要是一個 貪污的案件 如果是這樣 我們眼睛 揹到監督 為什麼呢 一定要爭大眼睛 頂著這個案子 如果到時候 最後竟然是 用詐欺 用其他的名目 甚至於判無罪 各位 這件案件 就是台灣的紓法 到底有沒有公正客觀 台灣的紓法 到底需不需要 徹底改革 還有 是倒幾個法官 在判這個案子 我們大家要 睜大的眼睛看 一個貪官 聽說他們家的人在搜證 名罪 還是評論節目 對他們的評論 是 但是 鐵證如山 他剛才說的 他剛才負責 陳喜翔 說剪接那個人 說得很明顯 我們也知道 意思是有什麼要剪接 因為保護 除了普林議事以外的 其他關係人 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到時候判無罪 各位 各位 你就要站出來 你要再度的匯大 這位傑明 你從財經的角度 來看這裡面所辦的 馬英九的無能 今天這個議事案 當然有可能是要把馬英九 人民抗議的聲音給遮掉 可是一個無能 再加上貪腐人民 這兩個訊息一出來 人民不是更火大嗎 對啊 我今天特別去買連晚 那想說是要繼續追蹤 這是火大後面有什麼樣的訊息 因為畢竟這是很重要 台灣要翻轉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再說一遍 這是一個台灣翻轉一個重要的關鍵 必須要最後老百姓的力量 讓政府知道 它的經濟政策 它油電雙掌 讓老百姓苦不堪言 結果非常意外的 真的 聯合晚報 竟然投台是林議事 而且這消息仔細看 你覺得可能嗎 這個三點部分 我們在聲音裡面 聽得很清楚 3323 這個是林議事自己講出來的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變造 但是竟然會把它放在 頭版裡面 可見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政府是不是要開始淡化 但是我們在對這個消息來看 你就覺得 真的完全是兩個世界 這是蘇智芬 當時他被無辜的 早上七點鐘 一群檢調衝進他家 他舉了雙手 一副無辜的樣子 經過四年 四年的時間 他無罪低限 他是完全沒有貪污的 但是你對比像是 我們說林議事 帶著太太在路上爬爬走 那種所謂的 一副不關他的事情 那種氛圍 你可以知道改革 一不改革的重點有多大 其實我仔細在看聯合晚報 還有更重要的消息 可能跟你我都有關係的 我把話題插過來 12年國教開始要執行的 攸關你所有老百姓 在這個時候 馬總統面對昨天的火大消息 他的回應 竟然是要擴大大陸學生 來台灣上課 我並不是說大陸學生來台灣上課 這是對還是錯 而是我們在昨天 用這麼大的力量要政府要改革 要面對他的錯誤 要低頭 要羞愧 他竟然的焦點是說 他的內容裡面 細節部分請大家自己看 他說他任內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大陸學生來台灣念書 這是他任內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從這些消息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 昨天的火大之後 我們老百姓必須要再振作 還要繼續讓這個政府知道 如果這一兩年不改革 連東協都要騎到我們頭上來了 補充一句話就好了 因為剛好傑明講到這個十二年國教 我女兒就是十二年國教的第一屆 不愧我會大為甚麼 已經投到國二了 馬上到國三了 到現在十二年國教是在賓山幫 沒人知道 到底是搞什麼鬼 這什麼政府 然後我再補充一件事情 還補充一件事 還有不要忘記這件事 這個我們知道三十號 四大國營 油電糖水要上線 但是我要提醒觀眾朋友一件事 他們除了年終獎金 三年還多少 還撥了五十億做員工福利金 什麼三年撥五十億當職工福利金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不要忘記這是我們政府 在過去這幾年 給我們國營企業 這麼大的利多 但是改革在什麼地方 陳水扁改革了易營 改革了張營 改革了台船 改革了唐榮 改革了這些所有企業 還有不要忘記台延 這都是所謂的國營企業 改革的標竿 我們政府做什麼事情 五十億 這個宇宏兄 然後連晚這個也可以 有人可以解釋說 就是為了要散掉 模糊掉昨天的焦點 不過其實 是不是剛好提醒人民 這個馬戰五不但無能 還貪貪貪貪貪貪 還可能讓它跑掉 不是更火大嗎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人民的印象 都已經確定了 其實林醫師被他跑掉 也不會改變馬政府 其實是一個貪腐政權 這樣一個印象 其實今天我分開晚報 我的感覺跟林晃完全一樣 所以我趕快仔細去看 真的是裡面所有資訊來源 都是據說 不然就是林醫師的律師說 對方的律師 陳吉強的律師沒有訪問 是 剛剛讓我震撼 因為林晃講 我才知道 原來原始母帶還在 是 原始母帶今天還在法庭上 還在那邊對比在聽 那結果今天晚報 聯合晚報不是號稱自己很專業嗎 為什麼連這個去訪問一下 特徵組都沒有 聯合晚報是說 他現在目前台灣晚報裡面第一名 因為只有一家 而且現在只有一家 所以當然這會起人疑鬥 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重放林醫師 那其次的問題是 我也聽到坊間一些傳言 那這個對馬英九跟吳敦利 其實非常不好 特徵組作為一個公家的一個 一個偵查單位 也應該把它弄清楚 因為一個國家的總統 副總統被人家懷疑說 林醫師什麼林曹青 甚至於現在也在講卓博員 所以他們這些可能的 一些案子裡面的這些錢 他的流向到哪裡去了 跟馬吳金錢總部有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你不弄清楚的話 對這個當事也是非常不利 所以我覺得說沒錯 今天聯合晚報為什麼要 報導這麼大腹 如果真的 如果這事件是真的 絕對值得頭板頭條 那我接著問這個聯合 在正常情況下 這個是聯合晚報這個標題 跟事實非常不符 特徵組照到的應該怎麼樣 應該更正 在哪裡 沒有 特徵組還沒有公文還沒有批 要等批公文 公文是馬英九 我們現在一討論 搞不好半夜就發 公文都是馬英九在地 所以各位朋友 真的我還是再講一句 整個馬政府不見棺材不掉淚 你要讓人民火大的程度 到什麼程度 你的羞恥心 你那個羞恥心的難點 大家讓我們點起來 大家拭目以待 這段先到這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鄉親 我常常去小吃攤吃東西 都會給老闆問 曾經我去外面 一間餐廳吃飯 那個餐廳老闆生意做得很好 他說以前 他旁邊就是華雅科技園區 他說以前客人來說行李 不管有行不行 中途絕對有一間 現在 不好意思 公司裡面叫便當吃 那他的支出增加多少 我在要問 因為現在冬天冷氣比較少 他說他過去大概兩個月電池 三萬塊 他那天剛才去繳電費 我說你多少 他說四萬 增加百分之三十 是冬天 那如果夏天呢 那你說 這個是不是吸血鬼政府 是 還有今天聯合報做了一整版 二代健保 這個我們之前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一再講說 我們不反對二代健保 可是你不能用這種補充保費 這種方式 你是在懲罰辛苦工作的人 賠一賠一個月賺五萬 我薪水五萬 結果你是正值兩萬五 兼職兩萬五 結果你叫保費比我更多 你為什麼要去兼職 因為正值薪水不夠 結果假的保費更多 這個政府是不是吸血鬼 好 再來 馬上放寒假了 接下來油電漲的效應是什麼 學校宿舍要不要漲 學校宿舍要不要用油 用電 要不要用冷氣 這些東西接下來都要漲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 是不是吸血鬼 所以我覺得這位年輕的朋友 形容得太好 這些政府真的吸血鬼 對付吸血鬼有什麼方法 很簡單 用一個釘子 直接釘他的心臟 吸血鬼就掛掉了 而且最好用十字架 所以台湖吸血鬼 進餐廳 他點每一樣果汁都不敢點 因為那每一個果汁 右邊都是一個十字架 要如何讓馬英九 連果汁都不敢喝 去想人民 來 傑明兄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對 我想最近有看到一則新聞 因為接著寒假完之後 要交學費 那這個媽媽就最近 黃金比較好 就把這個鴨香以前 他結婚的這些黃金拿去典當 為什麼 因為要繳學費了 那為什麼要繳學費呢 因為他家的公司 這個裁員 我們知道過去裁員不好 去年總共加起來 有將近四十萬的人被裁掉了 那這些狀況並沒有改善 不要因為這個火大 好像什麼世界 就是專注的火大 不是 現在失業的人數 持續的並沒有減少 那麼尤其是 尤其去年十一月最明顯 十一月整個我們的 訂單是大幅增加 創底新高 可是失業率卻創了最新的超高 最新的數字 總有14.7萬 被官場裁員 這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還要繼續的追蹤 為什麼要追蹤 年金開始要討論了 這是中國時報的 這裡面有幾個大頭 這個人 這個人是台中市長 他說不要亂砍 這個人說90制 好好討論 但是我們看看 關心老百姓去跟你說 我們不能讓所謂的勞工去補公教 我們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請問一下誰去加油 就是平盤老百姓在加油 誰在用電 就是一般家庭在用電 最近不是這些我們說的 國營機構說 要讓天都黑了 那他自己家呢 所以我們說這些事情 革命還沒有結束 還要繼續努力 年金的戰爭 你我才是最關心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連晚 竟然用靈異式這個消息 來抹去 就是扭轉我們火大的消息的時候 老百姓這個要持續關注 絕對不能讓政府